在北美的文化裡面 你的小孩生出來 如果你睡不好 是非常理所應當的事情 但是在法國 他會覺得你是個嚴重失衡的問題 你該要去看心理醫生 柯恩醫生他有強調 如果父母需要維繫生活品質的話 就不該為了孩子而完全的犧牲 今天我要來開始分享 就是我上次在影片結尾 我有說到的這個 Bring it out baby 的書 然後我買了中文跟英文版 所以我非常想跟你們分享 因為我覺得這非常對我來說 我覺得在我帶小孩的過程 幫我非常多 那他比較不是育兒書 他比較像是一種Mindset 就是你要以什麼心態去 帶小孩跟 扶養你的小孩這樣子 那我第一個會先講的呢 就是 寶寶睡多夜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我覺得 睡眠充足這件事情 其實在帶小孩啊 工作啊跟你一些日常的琐事中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休息夠的話 其實在你 我相信在你帶小孩跟生活上 就會比較的 怎麼講 開心啦 就是你精神不好的時候 你也沒辦法 就是專心或好好做一件事情 媽媽跟小孩都睡得好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他這一本呢 這本是為什麼我也很喜歡 是因為他是 美國人 他跟他的老公是英國人 但是他們在法國生活 所以他也非常 也講了有一些就是 Multi culture 遇到的一些問題 看到了一些 法國的教養方式 跟美國教養方式 他都有做比較 那有些東西 我覺得在我的背景下面 就是我又會產生一些共鳴 所以我也會跟大家分享 那我也非常推薦 就是你也想要跟這個標題一樣 為什麼法國媽媽可以優雅喝咖啡 孩子不苦惱 你想要這樣的生活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去賣 但是我非常的了解 很多人說讀了這本書之後 他們就說了一句話 就是你想要當法國媽媽 這樣優雅喝咖啡 你需要一個法國爸爸 那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非常說得非常對 就是你想要這樣子 養育小孩呢 其實另一半非常的重要 像他有沒有依照你的理念 或者是你們兩個人討論出來的理念 一起在統一下面去教養小孩 或者是你想要這樣做的時候 你先生知不知恥 其實這些真的都蠻重要的 就是如果沒有這樣的話 你也沒有辦法達成這些目標 跟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已經是另外一個話題了啦 就是我覺得這個 可能在另外一個影片可以講 就是我覺得婚姻 不是要找一個 找一個很好很好 或者是你的高標準的 擇偶標準的人 可是他是你們兩個可以互相扶持成長 互相為對方跟彼此生活更好 而做改變的人 好 那我們再跳回這本書 那他大概有14個章節 那我就先從裡面的一個章節三 就是他現在可以睡過夜了嗎 我先來分享他所寫的一些東西 還有Mira現在睡覺的狀況 應該是說在北美 有一個訓練方法 叫做Sleeping Training 他的方式呢 就是比較激烈一點 讓小孩哭得深思力竭 然後讓他自己睡過夜這件事情 大哭個兩個小時啊 然後可能三天可能就結束這個 Training 那其實我覺得 我跟Shawn都覺得其實蠻激烈的 那我們 都採取我們覺得比較溫和的方法 他這邊有講到一個重點 他說他在法國生了小孩之後 他有回美國 那美國呢 他的朋友之間就相傳說 欸有一個醫生很厲害 有一個醫生很厲害喔 然後才發現那個醫生是一個法國人 這個法國人到美國之後呢 他就提倡了一些 就是教養嬰兒的一些觀念 那他其中一個呢 就是我們把嬰兒 就是當做成一個人一樣來看待 就像是說 如果我要聽你在說什麼 我必須要認真的聆聽 我才知道你在說什麼 那嬰兒的哭聲也是 我們必須要先聽他的哭聲 你去理解他 去了解他之後 你才能了解他的需求 所以他這個方式呢 就是會比較溫和 然後你要花很多的時間去觀察你的寶寶 你的寶寶的個性是什麼 你的寶寶為什麼會哭 然後你陪他一起去摸索這件事情 所以你會花更多的心力 但是怎麼講 他就不是那麼偏激的一個方法 然後他的這個觀念 我覺得有點到我 喔對 其實我們不要覺得說 小孩哭都是一種無理取鬧 可是我們要去了解他 為什麼而哭這件事情 再來呢那位醫生就有說 教導寶寶好好睡覺 就跟注重衛生 飲食均衡跟騎腳踏車 是一樣的道理 都算是父母的職責中 在法國如果嬰兒有睡眠問題 就表示整個家庭嚴重失衡 當然這是比較嚴重啦 就是在法國人覺得 他們如果你的小孩沒有睡好 就代表你整個家庭失衡 可是他作者其實有說 在北美的文化裡面 你的小孩生出來 如果你睡不好 是非常理所應當的事情 但是在法國他會覺得 你是個嚴重失衡的問題 你該要去看心理醫生 你該要去尋求幫助 讓你的寶寶睡過夜 那他的睡過夜呢 就是有些可能一個月就睡過夜了 有些可能三個月 那可能他們大概六七個月 十個月很就是 就已經算比較晚才睡過夜了 所以他們的標準其實非常的前面 他們跟我們想的可能就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生小孩之前 其實我也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而我真的就是以 生小孩之後睡不飽 把它當成一個理所應當的事情 所以這也是一個觀念的衝擊 所以就變成說 如果那個睡過夜的寶寶 就代表你很幸運啊 那就是你是不是要非常疲憊的 去迎合小孩的睡眠習慣 他就可能兩點起來 你可能兩點要哄他 或者是你要為他喝奶 你的所有作息都要為他而改變 然後或者是 就是你覺得太累了 然後你就逃避去睡眠訓練寶寶 這件問題 他在書裡面有說到 美國的一個小兒科科恩醫生 他有強調 如果父母需要維繫生活品質的話 就不該為了孩子而完全的犧牲 所以在你做睡眠訓練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夫妻之間就是要先溝通一下 就是不該是為孩子而犧牲 而是為了夫妻彼此之間的生活品質 當然也是小孩的生活品質 因為小孩如果睡得好 睡過夜 他起來之後精神會比較好 心情也會比較好 他們就是在小孩哭的時候會去理解說 欸小朋友為什麼會哭 所以他們比較是不是那種 哭了就不理會的那種 而是會去 我覺得應該是說 去相信 我的小孩理解我 因為我現在開始要上班了 所以他選擇他自己睡過夜 就是非常把嬰兒當做一個人來看待 就是聆聽他的哭聲 然後他能夠理解我 然後他可以做他自己人生的選擇 就是你要以這個心態 你要調整這個心態之後 再去做睡眠訓練 作者就在分享一個 就是他的法國朋友說了一句話 就是 我沒有做什麼事情強迫我的小孩睡過夜 反正餓了就未來 其他他會自己調整 然後去相信所謂的感覺 覺得小孩懂了很多事情 就是你要BELIEVE 他是個個體 然後他會去懂這件事情 他會理解媽媽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非常有自信的一個狀態 應該這樣講 然後他說了一句話 就是學習睡眠跟學習生活是一樣的 就是睡眠跟生活 他們把它非常的緊密連結在一起 他們在學習怎麼睡眠的時候 就等於怎麼學習生活了 所以綜合我上面所說的 我幫大家整理了 大概要十條 第一條 觀察孩子 並且按照孩子的節奏 並尊重他們的睡眠節奏 第二 一覺到天亮 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就是你必須要有這個心態 喔 他睡到天亮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而不再是 我有小孩我睡不好是應該的事情 就是要把這個心態把它轉換掉 然後再來是第三 教導孩子面對挫折 學會安撫自己 就是我們等一下後面會說到 我們再回來說這一條 然後四 是學會冷靜 第五 是父母的態度要沉著 他在睡眠的時候 如果可能一開始要不習慣 情緒失控 那父母還是要比較以冷靜沉著的方式 就在面對他 然後第六 是給嬰兒學習的機會 意思是說 他現在還不會睡過夜 可是你要給他機會去學習 他怎麼去睡過夜 跟他怎麼去學習 面對挫折這個的一個態度 我覺得這一條真的是還蠻好的 第七條就是培養嬰兒的耐心 那我覺得耐心這個東西 應該是非常多父母會遇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可能 我後面會說到 然後第八是學會等待 是教養的第一課 他其實就跟第七條差不多 那這就是一個教養的一個開始 就是他們把睡眠這件事情 就放在教養裡面了 然後再來是第九點就是 父母相信小孩一定做得到 就是你相信他 就像你相信一個人 他是個個體一樣 然後最後一點就是互相尊重 就是你尊重你的小孩 也讓你的小孩尊重你 那就是把他當作一個人一個個體這樣子 那觀察還是按照孩子的節奏 並尊重他們睡眠 是這種具體的要怎麼做呢 他就有提到就是 第一次就是最重要就是不要哭了 就衝過去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就是Mira現在他練習一個人睡覺之後 他其實半夜還是會哭醒 那他哭醒之後 就是我們會看一下camera 他是不是有受傷啊 或是受到什麼驚嚇啊 如果不是他還是在睡眠的情況下的話 我們就不會去理他 就讓他自己就是哭一哭再睡著這樣子 他也會學會安撫自己 喔我再睡回去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他們就是要停頓 就是我不馬上衝去安撫小孩 這樣子的行為停頓是為了觀察孩子 就可能是我觀察我的孩子就是 喔他常常可能會做噩夢 或者他會醒來找他喜歡的玩偶之類的 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觀察的 而且我覺得他說到一點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是如果父母太過神經質的話 孩子就會一直習慣醒來 坐著他有說到他的經驗 就是他的小孩一直都在兩點起來 然後一定要餵奶 那他跟他的老公其實一直都很累 因為他們都是要上班的這樣子 所以他們一直長久以來都睡不好 但他們知道了這個方法之後 他們就起來然後觀察孩子 其實沒有危險 然後讓他自己去入睡 然後慢慢的其實他就自己入睡了 然後就在那個晚上他才知道 原來他的小孩都是為了他醒來的 因為他的小孩知道 喔因為這個時間點我媽媽要進來了 所以我就哭了 他也有可能是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有些事情其實是父母培養孩子而發生的 那再來一個一個觀念就是 其實寶寶睡覺就跟我們自己睡覺一樣 其實有時候我們會半夜起來上廁所 或者是半夜就是突然被噁夢下行 或者是呢就是我半夜就突然醒來也沒有為什麼 其實寶寶也是一樣 然後或者是就是會翻來覆去啊 就是可能睡的時候就會翻來翻去 其實這都是正常的 讓他自己去睡跟安撫自己 如果你就是給他中斷了 他可能就是要再重新的入眠一次 因為這個就是跟我等一下會說到的睡眠週期有關係 他有說到就是嬰兒的睡眠週期大概是兩個小時 所以他們正在學習的就是把睡眠週期連接連接起來 那他一個晚上可能要睡10到10個小時 然後他兩個小時他就練習把這兩個兩個兩個小時連接起來 那如果你去中斷他的話 他可能就沒有這個能力可以把他銜接起來 他你就可能必須要 他要你抱著睡他才能再入睡 那他可能就沒有這樣子的能力可以讓自己入睡了 而這樣子的能力大概兩到三個月就有了 我覺得這個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也不是醫生 但如果醫生這樣子說的話 我們就這樣相信好了 然後他們每兩個小時一次的這樣成功入睡呢 他們每下一次入睡就會更好 那就變成說他的意思是說成人也會有這樣子 只是因為我們的訓練已經非常多年了 所以我們已經自己不會去察覺這件事情了 所以也要讓小孩讓他自己有機會去 去訓練自己應該這樣講 那他有一個是說很多小孩的需求都是父母培養起來的 我覺得這個說的真的非常對 其實真的我現在才了解到說其實非常多的事情都是父母想要去做 而不是真的小孩需要 所以應該是說他們那樣的比較法國式的睡眠訓練的話 就不是一直就是讓小孩哭 而是每一次都跟他好好的說 就例如說我在睡眠之前就說 我們現在要睡覺囉 那媽媽會在陪你一下之後 我就會出去了 你就必須要自己睡覺 那這是你的房間 這是你的家 那你會在自己的床上入睡 那你就要自己學會睡覺這樣子 就是你要把你離開 這是他自己的空間 這件事情跟他說 每天都跟他說 然後他們的醫生是建議說 這樣的訓練最好在四個月前就完成 如果四個月之後做可能就會比較辛苦 那當然我沒有實行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也不能說 但是其實我現在也有用這些方法 說真的真的比較難 那Mira的睡眠我之後會再做影片分享這樣子 我覺得作者也提到了一個非常 我覺得非常好的東西 就是他學會自己睡覺 也是讓小孩學會自己照顧自己和陪伴自己 那他們在床上就是可以學到說 他偶爾就是也可以獨處 就是他可以玩在他的棉被啊 然後看看房間啊 那躺一下啊 就是也沒有入睡 然後也沒有餓 也沒有覺得渴 也沒有任何事可以做 可是他就是享受這個獨處的時間 所以呢 他就是 怎麼講 讓孩子習慣就是 他一睡起來 就是他就是跟自己的獨處時間 而不是睡起來就是看到母親 那他會有自己的獨立空間 我覺得他這樣子的理念 其實真的就是跟前面的理念一樣 他把他當作一個人去看待 去理解去觀察去溝通 然後讓他有獨立自主的空間 讓他去學習 讓他去體會 讓他去培養一些他想要培養的事情 然後你覺得他可以去理解你 也可以理解他自己 我覺得這個觀念其實對我來說也蠻新的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蠻想分享給大家 那這本書就是真的我都會送給朋友 就是只要知道懷孕 然後我就幫他送他 因為我覺得他有些東西其實 在懷孕前知道會更好 就是他是一些觀念的養成 他不是看一次書 然後看完了就算了 他就是一個觀念 一個價值觀的一個培養 然後你可以跟你的先生做溝通 那另外的其他的章節 其實我都會慢慢做影片分享 那就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希望可以對你們有所幫助 然後你們可以去買這本書來看看 為什麼法國媽媽可以悠養喝咖啡 孩子不哭呢這本書 這本書的宗旨就是 讓父母好輕鬆孩子好快樂 我覺得這就是 這不就是教養小孩的最高興建嗎 他有講到就是 父母要先感到輕鬆愜意 才能帶給小孩自在快樂 所以這本書其實就是 要在教你怎麼在教養這段路上呢 你是輕鬆愜意的 才能給你小孩帶來一個自在快樂生活 那就see you next time bye